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录制最后一期收官之战 第五位 许军 一位创作型男歌手 上过中国好歌曲 参加第十一期田镇专场 第六位 何炯 何炯也是参加第十一期田镇专场 第七位 张栋梁 张栋梁是节目前面两期的飞行嘉宾 首期就现唱了他的经典歌曲《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第二期演唱《北极星的眼泪》 都是筷子人口的歌曲 收官之战再次被邀 张栋梁的二次回归让我们看到时光音乐会儿的飞行嘉宾 确实请人到了瓶颈 请自家一人回北观众不喜 请别的歌手年初又很忙 以至于这一季的时光音乐会有助高开低走的意思 从梁永齐离开之后 每一期都要有三维飞行 节目阵容多元化了 但吸睛率低了 当然嘉宾上不能尽善尽美 歌单上没有令大家失望 第十一期歌单 田震演唱《玩个痛快儿》 孙岳演唱《月牙拳》 周深演唱《水音源》 阿渡演唱《爱不后悔》 胡夏演唱《北京之雪》 何炯演唱《顺其自然》 苏行演唱《好大一棵树》 张真元演唱《靠近我》 许君演唱《野花》 第十二期收官歌单 张栋梁演唱《小刚的黄昏》 孙岳演唱经典歌曲《梅艳芳的女人花》 田震演唱《苏睿的跟着感觉走》 张真元演唱《孙艳姿的逆光》 阿渡演唱《林俊杰的小酒窝》 胡夏演唱张学友的《只想一生跟你走》 周深终于唱了大家都超级期待的 他的经典之作《大鱼》 收官之战的歌单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尤其是五位常驻歌手都演唱的老歌 唯独周深现唱的《大鱼》 可见节目组深之大鱼在观众心中的位置 十二期节目完尾收官 期待周深现场重新编曲后的《大鱼》 你们最期待哪位歌手的表现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